欢迎收看国会最前线 我是谢理文 我们提供理线讨论平台 希望国会更透明更进步 那么在这个周末 接连有两个台风 侵袭台湾 当然各地有一些不同情况的灾情 好我们就台风天都要来检讨 是劳工上班 到底这个权益要怎么样的保障 有立委就想要提案 在台风天上班的话 这个应该是说 劳工有权利不上班 甚至雇主还是要照发薪水 但是有立委提出这样的想法 也有些其他人不是很认同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 劳工在台风天要怎么样 好好的我们说兼顾工作 或是兼顾我们的薪水 兼顾安全 另外一部分是长荣航空 那么首次有出现了 500位的空服员 集体请天灾假 那么这同样引起了话题 因为很多的民众认为说 我们好像被挟持一样 我们这样不能出国是怎么一回事 今天一并要来好好讨论 先来欢迎今天参与讨论几位来宾 首先是文化大学劳工关系系的 教授李建宏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接着欢迎是立法委员张鸿路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接着欢迎是专柜级销售人员 产业工会的秘书廖玉文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最后欢迎是百货国际金品销售顾问 钟佩伦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那么在讨论期间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样的报道 就是我们刚提到的航空公司 长荣航空首次有五百位空服员 那么集体请假 先看这个报道 一身绿色空服员制服穿着整齐 上午八点钟不到 长荣空服员鱼罐排队挂行李 准备服勤 看来已经恢复正常 长荣航空爆发时上头一遭空服员 集体请天再假 学校五十班次影响上万人字 最新却爆出戏剧性转折 长荣企业工会大波沉默 班只是公司调度不佳才出状况 不要站在工会的对立面 其实很多事情你可以跟工会 好好的协商做沟通 然后把所有完整的配套措施做好 那你不要去让你的第一线 组员承受这样子的 就是不明白的委屈 企业工会干部排排座 除了博斥工会主导集体休假 还秀出证据 至于资方扣帽子 出示三艘当天与空服 调派部门的往来讯息 另外很多原本正常休假空服员 表示愿意上班 公司却回应无适当航班 甚至还有机组人员全都到班了 最后仍决定不飞 公会质疑飞机吊派有问题 说六架飞机是因为台风 在外站过夜飞不回来 却声称是空服员不够 才取消航班 大喊别再把矛头对准空服员 常荣航空对此已开会中还没有回应 但此事件已经让长荣损失惨重 光光三十号单日票无损失 算一算就超过一亿元 加上时速补偿也超过三千万 还有支援机组人员双倍薪资 加上损级旅客权益被骂翻 导致公司形象大伤 明明风和日历却不飞 常荣跟空服员都被骂翻 但究竟是空服员突袭请假 导致航班无法起飞 还是公司调度出问题 却推给空服员不上班 随着工会出面这场劳资战争 之恐怕越演越烈 好那么我们先来谈这个空服员的问题 我要先请到委员 其实去年华航也有出现空服员的 针对劳资的纠纷去处理 好事隔一年之后 交通部还出来说 当初我答应太多 或是华航也出来说 我们答应太多了 现在这个长荣也接着说 我们要争取我们该有的权益 他们依照内规 其实也没有违反规定 就请这个天灾架 但是很多民众就说 我这样搞半天我们不能出国 也是影响到很多人的权益 你自己怎么看这个议题 我先说了 空服员他在天灾的时候 他请天灾架 我觉得是合乎所有的法令的规定 这个也不能说空服员他就错 不过长荣航空 他从几次的台风事件 我们大概印象应该都很深刻 他不管风有多大 他一定要降落 这当然是为了他的成本的考量 你看 然后在这一次的说空服员请假 然后飞机没有飞 我觉得对他的公司的形象 是非常大大的伤害 因为飞机 我们的航空公司 我认为最重要的 是让人家觉得安全安心 这是最重要的 那你长荣呢 你经过了这些事件之后 你觉得大家对他的企业形象 对他这间长荣公司 我觉得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我们可以说 他的公司治理是不是有出了问题 或者有什么 这我们要特别去讲的 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公司 你因为飞机的调度 因为台风天 还有你空服员的调度 你如果连这个都没有办法调度的话 我们如何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交付到你的手上 那你说整个一个长荣 如果说真的有500多位的人请假 那我不认为说你的500多位会造成这么多航班的取消 这个我个人是认为不应该这么多了 当然这个中间会有牵扯 但因为他这是台风的问题 有的飞机在外站 没有没有办法回来台湾 这个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航空公司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比较特殊的运输业 你除了赚钱之外 在任何天灾什么的情况之下 你应该是以旅客的安全为首要目标 而不是以你公司的获利与否为首要的目标 这我们必须要先强调的 那当然有华航的例子在前面 那你想想看两家国籍 这个国际线的航空公司 你看另外一家华航的 他们现在的待遇什么的 跟另外一家 两家的差别有差别的情况之下 你说你如果是长荣的空服人员 你心里会很开心吗 你可能每天在那边 公司你看人家明明可以不飞的 你台风天来的时候 可以不飞的 或是转嫁其他外战的时候 你硬要我们冒这个险 然后呢 这样子他们每天的压力有多大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考量的 那另外一点 我也必须要说的就是说 我个人会认为就是说 一次有这么多位的空服人员 他去请天灾架的情况之下 我要先说天灾架 以我们所有的法律来讲 都是合理合法的 但是有这么多位同时在请假的时候 我刚讲的 你公司治理一定有问题 那你一定也有人 或是说有人去串联 才会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 我认为我们的所有的政府机关 相关部会 应该要去了解出了什么事情 然后呢 你该给长荣压力的 你就要给他压力 因为毕竟他不是一般的公共运输而已 他是在天上飞的 这个任何的东西 我觉得要回归到 非安 安全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这一点 大家要比较正面的来看待这一点 好 那我要请教授 其实这很两难 我们会说劳工的权益 我们自己都是劳工嘛 当然会希望可以保障 尤其是人身的安全 好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如果真的长荣他出事的时候 我们评估了很多的标准 真的就是可以飞出去 那我们大家相信吗 跟这个空服员 他们其实也没有违法 天灾架 不过就是说牵扯到很多 因为交通运输业 是不是真的也不太一样 大家会说这个影响下来 从华航到长荣 之后也许台铁 大家都来罢工的话 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不管是政府或民众 都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后果 是 我从两点来谈 第一个就是说 从现在的法律制度和概念来谈 我认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谈 所谓天灾架 这个现在我们翻遍所有劳机法 劳工其他规则没有天灾架 可是他们的内规 不是 他所谓内规 是依照劳动部定的一个 天然灾害发生 事业单位劳工出勤管理 工资几部要点 里面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如果地方县历首长 发布了停止上班上课 那么劳工可以不去上班 所以请注意 现在的用语讲的是停止上班 跟那个休假不一样 因为休假是劳机法明文 给劳工的权利 停止上班 天灾发生停止上班 不是劳工的权利 他的目的是为了让劳工紧急避难 保护人身安全 这个国际上都是这样的概念 好 那依照我前面讲 那个劳工部的要点 他有个重点 跟这个长龙事件有直接关系 他说 他第八点说 如果发生了天灾 但原则上劳工可以停止上班 但如果是大众运输事业 或公用民生事业的雇主要求劳工 依然到班的话 那么必须要怎么样 事先劳资双方约定 在团体协约定好 那我觉得这第一点 法令概念的厘清 所以他不是那个天灾架 他是集体停止上班 好 那既然那个要点已经讲 我们要来看长龙这个事件 我觉得关键点今天在这 就那个法令已经讲了 你要事先约定嘛 劳资约定 今天关键就是长龙航空 事先没有约定 他只有约定了一点说 我如果发生了天灾 首长发布停止上班 你空服员可以不到班 但却没有讲后续说 那一八点 如果我公司要你来上班的时候 我要给你什么相对应的条件 比如说 比如说 事实上依劳机法失调 已经明文规定 天灾发生的时候 雇主如果要求劳工在 他应该可以休息的休假日子来上班 故主要给双倍薪资 所以其实长龙这次事件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长龙发言人今天出来讲 他说有一部分空服员 他说我可以回来上班 那公司就后来才发现 可以用给他双倍薪资 公司反应太慢 他们对法令不熟悉 我觉得是公司内部 就刚刚委员讲 内部治理出问题 为什么治理出问题 他对劳动法令不了解 他后来才发现 可以用劳机法失调 给双倍工资 还有那个要点空服员要回来 资方要他回来 他也愿意回来 那你要怎么处理 事先没有约定 才造成今天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相对的 刚刚委员提 华航为什么没有发生 因为华航有约定好了 华航约定好了 我要你天灾 空服员回来上班 我就用劳机法失调来处理 长龙没有约定好 我觉得是公司的个案 治理出问题 担心后来会 之后会引发一些效应吗 在交通运输业上面 我认为 那是第三层次 我认为我们台湾 现在所有的劳动法令 对于今年年初台铁的 那一个集体休假事件 或今天这个 集体停止上班事件 都有一个共通问题 就是对这种集体休假 集体停止上班 都在法令上 都没有明确规范 定出一个维护大众基本权益的底线 都没有 其实在先进国家 他们对集体休假 集体休息这种 以抗争的手段达到实质罢工效果的 集体抗争手段 都有法令的明文规范 你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你不能超过一个底线 我们台湾现在劳动法令都没有 我们只有对罢工怎么做 有其他是没有 好 这个我们礼拜三的时候 还要再好好谈一下 我们先来看回到今天要谈的 另外一个议题就是 当然台风天要上班 很多人说你台风天要干嘛呢 有人说我去看电影 或者是去逛百货公司 好 这个贵姐 也是满辛苦的啦 我们来看一下台风天 如果说放假方式 对劳工对公务员来说什么样子 我们有两张图卡 先看一下这一张 我们说台风天的时候呢 到底这个放假情况呢 以公务员来说 其实就依照的是这个天然灾害 停止上班跟上课作业办法 好 这个是 等会另外一张的 立委修法的要点 我们等会要看这一张 再来我们现在 先请导播把我 给我看的另外一张是 天然灾害发生事业单位 劳工出勤管理跟工资给付要点 也就是说 如果发生了天然灾害的话呢 劳工因为灾害没有出勤 雇主不能够视为矿工 那么矿职 刚刚老师有讲到 这一个是现在我们说 不管是华航长荣的空姐 可以拿出来 我们说有这样的一个要点 再来是说 雇主也不能够扣发工资 还有是呢 如果你是应雇主要求出勤的话 除了你当天工资照领之外 甚至我们要约定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要加给劳工的工资 并且提供一些交通工具 交通津贴 或是其他必要的协助 这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说 如果你上班的话 到底有什么样工资给付的一部分 还有另外一个是针对 如果台风天放假的方式 是什么样子呢 好 公务员的话 是依照天然灾害 停止上班跟上课作业办法 是随着公告 公务员就是放台风假了 那么劳工呢 劳工的话是不是放假 由劳雇双方事前约定 现在都还是这个样子吗 叫做现在都还是这个样子 事前约定吗 不是在我们说劳机法 修法之后还是没有改变 对 还是这样 还是按照这个样 劳雇双方约定好为主 好 那今天我们有两位 这个百货业的代表 今天有一位这个很漂亮的贵姐 我要请教一下这个 钟小姐啦 平常就是我们会 经常每年都会遇到 蛮多次台风的啦 过去跟今年 台风假有差别吗 其实从去年开始 我们就有比较 focus在台风假 如何放的这个部分 其实很久以前啦 我们刚开始做服务业的时候 真的没有所谓台风假要补 要补贴啊或是什么东西 但是这两年渐渐有比较多在乎 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然后公司那边也有开始做一些措施 今年看到有蛮多的 因为像周末的时候嘛 礼拜六的时候 蛮多百货公司提前关门的嘛 所以今年看起来是不是 比较稍微 大家比较顾虑到劳工一点的 这样的情况 其实从之前就会啦 毕竟他们也是 百货也是要顾及他们一些硬体设备啊 怕说如果 也是怕说如果真的贵姐有什么危险 他们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补偿些什么 我们刚刚说什么交通的工具 或者是交通津贴 你们在你自己服务的地方 就有提供这样的吗 有 我们公司的话是 都是全而不住啦 就是时暴时效 如果财通天上班的话 对 那如果真的是比较 住比较远的同事 如果没有就是说交通比较 需要比较长时间的话 通常公司会请他就是 就不用来上班这样 公司会主动跟他说不用来上班 然后调度其他人帮他 对 或者是就是比较减少人员的上班 这样子 因为通常一个专柜会不止一位 对啊 就是可能到时候就变成 至少有两位这样就OK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 那我要请这个 廖秘书你刚刚要举一些比较 我们说刚刚说国际的专柜可能会好一点 但如果本土有些可能会对员工 没有那么好的待遇条件是这样吗 遇到台风天的时候 其实要看品牌商 就如果是比较大的品牌 像什么LV啊 像那种就是你平常比较熟悉的这些品牌的话 他通常都会对自己员工的待遇比较好 那如果是一些比较名不见经传的一些品牌啊 家电啊 或者是卖一些精品相分 那或者是说像那个一楼 或者是B1那些餐饮服务业 就是百货公司B1 B2那些卖吃的 或者是说顶楼那些美食展 其实你要那些厂商去给那些专柜人员 或者是说销售人员补助 其实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少的事情 基本上我们工会的会员 基本上很少遇到说 真的可以做到时报时销 还有双倍薪值 那就是因为说 现在目前这个给付要点 它其实它是一个没有强制力的 也没有任何罚则的一个 它甚至连一个行政命令都不是 它就只是一个政府 就是单方面发了一个要点 说这个宜家发工资 或者是说宜事先去做一些什么样的防备 但是实际上如果雇主完全就违反这个要点的话 它是没有任何的罚则 所以有没有真的你们的会员 或者是有贵姐贵哥啊 真的去跟公司主张这个 然后被打回票的 也是有啊 也是有 就我们的会员也是有啊 那像我觉得要回应一下刚刚就是 这是我们工会做的一个 就是之前的统计这样 就之前的服务业它是没有说 你可以台风架 那就给你说补助或什么的 可是实际上其实这都是用人命换来的 像2008年2009年 那2015就是那个台北星光三月A11管 那就是有贵姐台风天骑机车上班 那就是被撞到就是这个炉内出血 那那个2016年就是我们上次 就是去年的那个木兰地台风 那也是有整个高雄原靶还是星光的 那个天花板是整个被吹仙的 这个新闻资料画面就是都还是有 那像今年呢 据我们工会的会员就是提供讯息呢 天母SOGO就有一个贵姐 它是整个被就是整个被外面的这个 就是骑机车上班 然后被砸到就是脸整个都是渔情 对所以其实台风架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说去立法的明文规范的话 那很多的雇主他也是疲疲的 就是他也是不会想要去离我们这些劳工 佩伦你这边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例子 可以举一下吗 我就是有隔壁柜的同事他们公司的话 是没有在给付所谓台风 如果你出来上班就是你一定要来之外 他没有在任何的补贴 所以他们就是有像我隔壁的朋友 他住在基隆 他就必须从基隆自己搭计程车 因为那时候可能也没有火车 或者是客运的部分 他就要自己搭计程车来上班之外呢 公司没有任何补贴 但是也不能跟公司主张任何的 不敢 不敢 通常都不敢 没办法主张 通常都不敢 对 可以跟主管说一下 但是可能到最后就是说 就这样待过 好 那我要请教教授 刚刚这边工会说 好像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要点 然后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说方式说 比如说我要事前约定要来上班 或者是我要给你加倍工资 但是都不是强制的 所以老板要是很皮的话 劳工政长也没办法 是这样吗 没有错 现在这个要点 我们一般称之为叫做行政指导 行政指导意思就是说 主管机关基于他的这个权责 去要求劳资双方 最好依照这个方式来做 那但是因为他没有法律强制力 但是我刚刚有第一端有特别想要 其实劳基法40条是有一些相关 因为劳基法40条就是说 那个就是法律名文 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天灾事变 或紧急状况发生 劳工在他的休假日 那个来应雇主要求来上班 那雇主是必须要发两倍工资 而且要补修 那么像这一次这一个台风的状况 就是刚好符合40条 为什么 因为他刚好是在休假休息日 对不对 大部分行业是在周旬 礼拜六日 在休假休息 那当然比较麻烦 现在比较麻烦就是说 如果台风来的那一个时间 不是在休假休息日 那真的我们现在法律就没有规定 那一条只是针对如果是休假休息日 然后遇上了天灾 对对对 你要劳工来上班 那要给双倍 而且要补修 那那个要点那样讲 所以就是因为那个只是一个行政指导 所以才会有我的理解 立法院就有两个立委提案的版本 希望把它变劳基法的明文规定 这样子 但是比较有趣的我要强调 我看了那两个立委的那个规定 其实通通都是把这个要点的文字 抄进去 大部分大同小异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关键就在 它也是用停止上班 而不是用休假 我再强调一次 休假跟停止上班 它在概念上 目的上 作用上还是不一样的 休假的话 就是我法律 比如说我们老西外有特休假 有立假 有国定假 它那个法律的用语就是假日 那假日照国际通用概念 它就是劳工的权利 法定权利 可是我们这个要点是停止休假 立委也跟着用停止休假 停止上班 这四个字 那表示立委是不是 是不了解这个概念的差别 所以超停止上班 所以这来东西说是停止上班的差别 那不是他的权利 我再想一次停止上班 就是天灾发生 我依法或依行政规定 可以让你不用来上班 目的是让你紧急避难 不要受到伤害 但是这不是你的权利 所以我不能主动主张说 我要在家的意思吗 是是 可以主张 可以主张 那也是劳工的权利的意思 不是权利 权利的话是指说 法律明文规定 这是你的休假权 这是国际通用的专门用语 休假权 休假权意思是说 如果雇主既然是你的休假权 你的权利 雇主不依法给你这个休假 雇主严重违法 要罚者 有罚者 法律会有罚者给雇主 可是现在停止上班 恐怕就未必会有罚者 因为那不是他的权利了 全世界都这样 把这两个概念明确区分的 所以我们 我再强调说 我们现在如果 储备立委的提案 把停止上班这四个字 改成休假 或天灾假 那才会是劳工的休假权利 那才会有罚者 等会再来问一下委员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会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刚刚提到了 这个劳工的 在台风天的权益 特别提到的是百货公司 因为很多人台风天 如果看到风雨不大 很多人都跑到百货公司去逛街了 那么其实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百货公司的上班 贵姐 贵哥呢 如果说是适用弹性公司的话 他们台风天上班 反而没有拿到更多薪水 先来看这个报道 不管美食接亲子游乐区 还是户外的摩天轮旋转木马 百货公司里里外外 挤满人潮 民众吸家带卷 即使天宫不作美 也要把握假期 也不没有什么影响 台风天嘛 台风天应该跑一些比较室内 赶在风雨变强前出门走走 因为越晚风雨越大 气象局宣布 台湾本岛晚上六点后停班停课 不过辛苦的百货柜台人员 却不见得有台风驾客方 晚上停班停课的话 基本上我们也会就是考量 就是天气的因素 那跟安全的因素 然后我们会再决定是否停止营业 因为现在是弹性工时 那我们就是照牢机法的方式去做处理 考量风雨的状况 包括台北101购物中心 京华城SOGO百货 京湛时尚广场 和美丽华购物中心 微风百货 都提前在晚上八点结束营业 不过就算冒着风雨上班 员工也没有额外的津贴可拿 因为根据现行牢机法规定 百货业属于弹性工时制度 四周弹性工时仅要求 每两周要有两天立假 四周内的四天休息日 更可以在四周内自由安排 等于最长可以让劳工连上12天班 也不会遇到休息日加班 需要给加班费的问题 即使台北市政府 他已经停班停课了 可是很多的百货 他还是在观望 他还是希望说能开店就尽量开店 我们的诉求就希望说 只要台风架所有的百货 就是直接跟进 就是停班停课一天 如果只要有出勤 有特殊状况要出勤的话 就是两倍的薪资 工会痛批这样的制度 根本是变相压榨员工 因为多数专柜人员反映 即使有加倍薪水 也不希望冒着生命危险上班 一例一收弹性工时 如何兼顾员工安危 也考验政府智慧 好我们说现在有立委提案 希望这个防灾价 有一些相关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做出来的图表 整理了一下 针对说如果台风天 台风假没有上班的话 还要说薪资照给 然后也不能扣 劳工的全勤奖金或是解雇 好 再来是台风天上班 薪资加倍 事后补假 还有的是说台风天 是不是要出勤 要先征求工会 或者是劳资会议 同意之后 再来决定是不是要 让劳工出勤 再来是工作场所负责人 应该保障台风天上班劳工的安全 就是立委现在有几个提案 出来的修法要点 好 这个部分呢 我先延续刚刚提的议题 我先请教一下委员 就是当然这个 有些委员提出来之后 会引发一些讨论说 那这样子说 如果台风天不上班的话 我薪资照给 然后之后还要补假 这样是不是合乎合理 你自己的看法 其实台风假这种东西 我觉得要应该 比较从更广的层面来看 我先说 在日本是没有台风架这个东西的 在日本完全没有 没有放什么台风架的 这个我们必须要先说 但日本就真的是对吗 日本跟台湾是 其实也有点不一样 因为日本没有像我们台湾 有中央山脉 那台风大概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 不会超过五六个小时 一般日本一般的情况是这样 但在台湾是因为比较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有时候台风可能就办会一整天的时间或什么 那我个人是觉得台风架这个问题是值得来讨论 值得来那个 不过你如果要用一个法令去规范所有的行业 那我觉得可能我们大家思考一下 那如果以后台电的人都说 哇 我台风我要照这个劳基法规定或什么 哇 那怎么办 大家都停电停水的时候 那时候又要怎么办 所以我是觉得说 应该要从各方面考量 你要看它的行业比 还有它的危险性什么的 我们去讨论 而不是说只有一个法令这样子 然后就规定下去 然后就全体适用 这个是不行的 这我要先说 那另外呢 现有的台风架就是说 不要说就是天灾 不要讲台风架 天灾 如果雇主要求劳工去上班的话 我跟你讲 在劳工的所有的安全什么出问题的话 雇主他要负全部的责任 这是第一个 那另外 我们的受雇的人 我们的劳工 我们可以拒绝 拒绝我去上班 那你雇主不可以对他有任何的 惩处或报复的行为 这是不可能的 不行的 法律是这样规定的 我觉得目前规定的是一个原则 但他没有办法适用所有的行业 我必须要强调我们的劳基法 基本上是很久没修了 从以前工厂法 现在一直慢慢转过来的 那你会有很多的东西 没有办法去适用 我们刚刚举 我们刚一直在讲的 你说我们百货公司的贵钱 或什么的这样 其实这里面又有一个台湾的百货公司的生态的问题 其实百货公司 大家认为百货公司是百货公司 其实百货公司它每个贵位 是百货公司出租给某一家公司的贵位 然后百货公司又常常规定 它有很多百货公司规定 我只要有开门 你任何的贵位你不可以空贵 不可以没有人 不可以没有什么 这是我们台湾百货公司的一个特殊的规定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呢 法律有没有去规定这个 目前法律没有 其实法律也可以去说 规定如果有台湾的时候 就天灾的时候 你的百货公司的这一个 你不可以要硬性规定 说所有的贵位不能空贵 不能怎样 这样子有的可能 他们去租贵位的人 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自行选择了 不然他现在目前是 受限于百货公司的限制 他如果那个贵位是空贵 他可能百货公司这个业主 他要跟他有惩罚嘛 因为你可能平常的时间 你每天都不来开店的话 那我保护公司 人来逛都没有人 这样也不行 所以很多 我们必须从各方面面面去看 那你说也有很多人讲说 台风上班要加倍要什么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讨论 都可以去做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 就是说劳工的安全 天灾的时候 我们是必须要 第一个保障的是劳工 他上班的过程的安全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这我们是立法或什么 朝这个方向来最重要来考量 但是不是立一个法 全部都这样子 那我说如果以后台电 自来水什么的 那这些相关的 我都可以主张 我不上班 我很危险 那以后这样子的话 你说那个台风天 那我们又要付电 又要什么的 这个电不是只有我们家的 有时候公共设施或什么 也是必须要供电 我觉得所以说 我觉得说很多东西 要好好的来思考一下 好那实际上操作上面 我们会说 我先请教一下这个佩伦 刚刚委员讲到一点 就是说百货公司里面 他会要求你不能空跪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是 也许真的有雇主说 我可以让我员工 不要上班 但没办法 百货公司一定要上班 所以是不是真的会有这样品牌 说百货公司要开 然后结果 他们自己外面的一些 旗舰店或什么店 反而是休息的 在台风天会有这样的情形 当然会有 因为毕竟百货公司的规定 跟你一般门市会不一样 因为门市的话 它比较自由一点 它是你老板说要开就开 老板不开就不开 但是很多像我有一个好姐妹 她就是在门市 珠宝门市上班 当然是他们台风天也是 老板会尽量请他们来上班 然后上班的话 其实他们会 其实像我们百货的话 至少我们公司会比较遵照 牢基法在走 他们就是一般门市的话 会就是听老板老板娘说什么 就是什么 那他的情况就是说 他们台风天除了要来上班之外 可能还会就是扣 就是当作如果不能来的话 还会当作是他自己本来的休假去休 就等于就是吃到你自己原本的假了 就是扣他本休 他可能本来一个月只休六天 那现在就变成五天可以休 这扣假是不是明显违法 你不让他休就算你还让他扣假 这是什么意思 对 而且甚至就是来上班的话 他也不会有补休的情况 他就是等于说他就是必须得来 不管怎样 但是我们会说如果 不要说服务业 就是其他的一般劳工 其实遇到台风 这里国家现在有的法律的定义上面 台风这个假 其实不是国定的假 所以这要怎么让去看说 要不要补假或什么的教授 我对刚刚那个主持人提 那个立委提案版本 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明显的问题 就有一个立委提案版本说 如果台风天劳工没有上班 雇主薪资要照给 对啊 我觉得这个 这很多人来讨论说 这样子这样子有有合理吗 这样子 对我觉得他这个提案 太简化问题了 其实问题他应该把它区分清楚 第一个状况是说 如果台风天那一天 刚好是国定的休假日 比如说刚好礼拜天立假日 或刚好是一个某一个国定假日 刚好发生台风天 那立假日或国定假日 这本来那个照法律雇主 劳工不到班上班 雇主要薪资照给 对不对 我们现在规定就是 你说按照劳基法 对 本来就是这样 可是如果台风天那一天是 不是法定的休假日 是一般的正常工作日 结果你现在法律给他定说 都可以雇主一样薪资照给 我觉得这完全不合理 他应该把状况要把它定清楚 分开清楚谈 一般正常工作日 原本你的劳动契约 或团体契约 都一定是依劳动法令 定说我有几副 那个劳力才有几副工资 相对的 这叫对价原则 那像他们刚刚说 台风天来上班 补假可不可以 对 那就另外一点 那是另外一个状况 跟我们刚刚讲这个说 台风天不到班 还要不要给薪水 是不一样状况 我把他讲完就 台风天不到班 雇主要不要给薪水 要看台风天那天 是什么日子 他是休假 法定休假日 还是一般正常日 那第二个状况是说 如果台风天 应雇主要求劳工到班工作了 那应该要不要多给工资 我个人的主张 那就是比照劳基法失调 对 我们劳基法失调 现在只有规定说 天灾发生的时候 如果是休假日 那劳工到班的话 那就要加倍工资 而且要补修 对 那可是他没有规定说 台风天如果是 一般正常日 劳工也去到班 要怎么办 我觉得就把它 比照四十条来定 这样就一字化 好 那工会这边自己怎么看 就是在百货业这边 在百货业这边的话 其实就我们之前 针对那个马勒卡台风 去进行这个统计 就是非常多的 这个百货公司 几乎每个百货公司 他都会针对 就是空柜的话 你去订定几千块的 这样子的一个 要拔钱是不是 对 这是非常不合理 而且很多状况是 通常我们现在的劳工 就是你权益受损之后 然后你才会去走申诉 然后走调节 这其实是非常 旷日费时的一个部分 所以很多的 所以罚的钱是罚到多少钱 其实通常都是几千块起掉 通常是你一个 一天或者是两天的薪水 就这样子没了 那更夸张的事情是 也有罚到 就是也有三创园区是 罚到就是一万块的 这种状况也有 那他很多时候就是 楼管他会看心情 如果说你平常 跟他关系好的话 他说不定就不罚你 可是如果说 你也没有说 跟他打好什么关系的话 那他就是可以拿着这个 规则来进行开罚 那通常开罚的状况 就很像刚刚其实委员 刚刚有提到的是 其实那个贵哥贵姐 他的那个受雇形态是 他受雇于贵商 可是他在百货公司里面工作 所以百货公司对他开罚的话 贵商会把这个罚单 转嫁到他的薪水 就是叫劳工自己负责 对 就是也就是说 叫劳工自己负责 那这些都是 非常非常不合理的事情 对 那回到就是 刚刚委员提案的版本 其实就是我们这边 也是有针对就是 各个委员他的提案 去做一些整理 其实基本上不管是民进党 或是国民党的委员 他们的提案大致上都是说 这个出勤的话要双倍薪资 然后就是说如果 就如果说这个 劳工如果不出勤的话 或者是 劳工如果要出勤的话 你是不可以用任何的价别 去 你不能说 你用你的特修去抵 你也不可以用一些 什么病假什么去抵 这些都完全不行的 那现在台湾的就是劳动的状况 其实劳工是很难说 真的会去 就是个别会去自己争取权益 争取到就是说 你一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主张我不要上班 其实这种状况是 非常非常少的 通常都是说 这个老板就为了以后 还要跟老板就是见面 然后不要尴尬 或者是说 这个老板在什么地方 就是不要为难 那通常大家还是会说 基本上就是遵照主管的意见 遵照老板的意见 对 这样子 可是其实本来 本来这个 百货业他们开罚单的状况 例如说他 例如说你迟到 你也要罚500 1000 然后你这个POSE机 你的收银机 你没有做一个规定的亲机动作 你也是要罚1000 2000 这时候写在你们的契约里面吗 这些的话通常都是会写在 他们的这种 就是内规的规定 这种内规喔 对 就是他们自己的内规 规犯 密密麻麻的 有很多奇怪的内规吗 对 像我们有 收银机没关好也要罚钱吗 是 或者是你走手扶梯 就是专门人员不能走手扶梯 有些百货公司还会规定说 你不可以跟客人上同一间厕所 你必须要到顶楼 或者是说你必须要到 某一层楼的员工休息室 是离自己原本楼层非常远的地方 对 那你如果空跪又会被罚钱 所以说很多的贵哥贵姐 他其实就是他会憋尿 或者是说他上厕所 他人数不上 那可能会就是一些 膀胱炎或什么状况 这非常非常的多 对 在一粒一修之后 对你们的生活有影响吗 弹性公司 弹性公司看起来 反过也没有受到影响 对 弹性公司的话 很多雇主的话 都会以这个东西去做 我不知道算是借口吗 就是 他就是会说我们是弹性公司 我们不受一粒一修的规范 或者什么 但那都要看公司的 那什么班呢 排班上面呢 我们公司的话是有在遵照一粒一修在做 其他的话就不一定 像我们对面的专柜呢 他们就是还是会有所谓的进修 他们可能会上到九天都不休假 对 然后跟你说 因为我们是弹性公司 其实如果说连续上班12天的话 目前是合乎劳基法规定是没有错 即使这感觉有点不人道 但是依据工会这边之前一粒一修刚通过 然后整个所做出了一些调整 那工会的会员就这些贵哥贵姐的反应是说 他休息日的加班费给你座一给四 然后给你休息 给你好像加班费感觉变多 可是他调整你的业绩奖金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卖到50万 我可以抽2% 就变成说厂商突然一个规定下来说 你这是要卖到80万 所以你这样一加一减 其实这个薪水的部分 实质的变多其实很少 那很多的贵商他都会去 因为那个专柜人他的薪资结构 就是说你底薪 那你剩下就是要靠你的业绩奖金去冲出来的 对 那你今天好 你的底薪 或者说你一些加班费或今天变多 那那个厂商他当然就会把这个头脑 动到你的这个业绩奖金的这个标准上面 去把你做提高 那你提高之后 业绩奖金那时候没有签预约的时候 想说就是要分多少吗 也是没有名闻的 对 那通常很多熟悉劳动法令的贵哥贵姐 他就是他也不会仔细看你约的内容是什么 他就直接签了 或者是说那个契约里面会有条规定是说 这个配合公司经营需要而做调整 对 这样子就会变这样子 好 我们这地方先休息一下 对我们回来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会说服务业 很多人说服务业不是本来就有一些责任要承担吗 但是刚刚也是讲到说像专柜人员 很多的内归 然后看起来一例一休之后 不但工时没有因为这样子受到影响 加班费虽然拿了 但是整体的薪水好像也没增加 因为公司用别人方式去减少他的业绩奖金 甚至还有很多的内归 这些到底合不合法 我先请教一下这个法的问题 李教授刚刚我们说的几个部分 内归定了整张 就是密密麻麻两页这么多内归 他有没有合乎我们现在的法规 就是说员工这样被扣钱 能不能够去主张说我们可以不用付这笔钱 另外一部分说一例一休之后 好像对这个贵哥贵姐来说 也是没什么影响 甚至业绩奖金还被减少了 这些都是合法的吗 是 主持人讲第一点就是 那个所谓内归应该是 保育公司跟贵商定的合约 但是因为合约内容涉及到那些柜台的服务员工 那这个只要这个涉及员工 那这些内归就所谓法律上叫工作规则 这些因为涉及到柜台的服务的劳工 所以依劳机法规定工作规则 违反劳机法规定是无效的 那当然要因为条文 那个内归条文状况很多 一项一项看有没有违反劳机法规定 比如说刚刚那个廖小姐讲到好几条 都涉及到柜台服务员如果做了什么行为 就要扣钱 那这个明显就依劳机法26条 26条的条文就是说 雇主不得以那个劳工的这一个行为 把它扣违约金 违约金作为赔偿费用 所以如果他去上厕所跟客户上同样的厕所 这样罚钱合不合理 比如说那这个劳机法26条就有三个条件 都要成立雇主才可以罚钱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行为 要求劳工不能做的行为 是明文定在劳动契约 那而且这个是劳机法说OK的 第二就算劳工做了违反劳动契约工的规则 这个行为还要经过调查确认 是责任是出自于劳工 因为有的行为搞不好不是劳工的责任 搞不好是顾客的责任 是贵商的责任 所以必须调查确认是劳工责任 第三就算是劳工确认是劳工责任 他要法也不能违反比例原则 这个是法院很多判例都有判例了 所以如果雇主真的就把这个付在他的契约里面 给他签一签 那所以我们劳工也没有办法去跟雇主讲什么 所以第一个就要看他签的 有没有违反劳机法 违反就无效 第二个就算合乎劳机法 也要看我刚刚讲 比如说26条那三个要件 那个法院有非常多类似的案例 比如说最离谱的案例 一个员工薪水一个月两万多 结果给他一次扣就扣两万块 法院现在多年判例是 你就算确认是劳工犯错的责任 你要扣也不能扣超过劳工本人薪水的三分之一 总数喔 他犯好几个错 总数不能超过三分之一 因为劳工的薪资是生存权 好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一利休这个 这个就我听起来就认为说 一利休这个他的本意 到某些行业的雇主上 可能就会用很多投机的方式 来降低成本和支出 那我个人是一直主张说 去年那个一利休修法 确实有一些不符合立法目的 先前两个月前在节目也讲过 说他用那个休息日工作 要做一个小时算四小时 这个是跟你原本要三十六条修法 要让劳工多一点 少一点工作时间是违反立法目的 第二个他有一个 我上次没有机会讲 我今天讲就是说 他有一个更大问题是 他把这个做一个小时 算四个小时还要给多一点的加班工资 把他定在劳基法 二十四条第三项 这个是违背劳基法法理的 我们劳动学界几乎 我认识所有老师都认为 这是立法院的修法错误 为什么 劳基法的架构是 三十九条明文规定 你如果是 三十九条条文就是说 如果雇主要求劳工 在三十六条讲的这一个状况 或三十七条三十八条 休假日去工作 那就要那个加倍给工资 他已经讲的是三十六条 就要定在三十九条 二十四条是定什么 二十四条是定说 礼拜一到礼拜五正常工作日 晚上留下来加班的条文 跟劳基法三十六条 休假日休息日完全无关 这是立法院的错误 真的很复杂 等一下我要 我们下次再来好好谈一下 老实说是 教派孩子大小 好这个法东西太细节 我要接着请教一下 学校不晓什么教科 张会员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回应一下这个 不管是百货公司的贵员 或是一般的劳工 服务业这个部分 很多人会提这个建议说 是不是刚刚延续你说的 一个法很难管到每个行业 我们要为服务业去弄一个专章吗 这个地方你的看法 我觉得时代进步到这个 已经进步到现在了 我觉得服务业 我个人认为 我会倾向应该立一个专章 因为现在很多的行业 越来越多 然后行业类别的多样性 也更多了 你没有办法用一套法令 去制定规范到所有的行业 而且新的行业 每天不断的出现 你没有办法去 那你如果用一条法令 去把它规定的太死的话 我跟你讲 你有时候反而 也会限制着经济的发展 然后让雇主跟劳工 双方的权益受损 现在很多人讲一粒一修 就是因为你一粒修修了之后 那有一些雇主会钻漏洞 然后劳工对法令又不熟悉的情况之下 然后钻漏洞造成了一个损伤 像刚刚他们讲的 就我所知道 百货公司的柜姐或什么的 如果新进员工 他反而把你的基本工资 就是底薪把你降更低 反而我就让你加班 加更多也没差 那工作绩效奖金又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 应该要好好的来检讨 就是说台湾要有一套 适合于服务业的一套法令 这服务业不只包括 我们看到保护公司 送瓦斯蕾要服务业 对上去都要 对 好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们工会这边 对服务的专家还蛮不认同 因为像服务业它包三包海 它例如说那医疗人员算不算 那例如说 像空姐空少这个空服人的性质 就跟百货差很多 所以你如果订了一个服务业专章 你还不如就是